故事是嘎嘎精彩喜欢听的给老弟来关注 来个赞抱拳了 咱们苏杰上回前言一小段 咱们也讲到了 在这个当天晚上九十点钟 刘汉和千王之王郑小斌 在这个广东河山九江大桥附近呢 被银给扎了几下 然后就被当地的叫做沙王林老板身价一百多亿 吩咐兄弟就给抓走了 这边中姑子当时也是猖狂而逃 这一下跳到这个九江里 好的给游泳算是跑了 那么时间很快 咱们来到第二天中午 周公子也是在这个头天晚上 给这个四川的刘伟打电话 让他派两个兄弟过来 那第二天中午12点左右 两个兄弟叫做孙华军和孙小军 拿着一把AK47一把774和一把小雷雷 和一个小雷雷 也就来到了这个叫做 恒兴福大酒店门口 跟周公子也就会合了 这边你看12点多钟啊 林老板他闺女当时也是正在出嫁嘛 这边当时这么一看 现场还有明星呢 之前也见过叫做张志玲和这个叫做谢安琪啊 那么现场还有不少这个阿世的车 包括阿世都在维持这个秩序的 咱们有很多的可能不知道 有很多的人也可能知道 所以有的地方啊 社会一把大哥他有能带的 都可以说把那小阿世给叫来 维持秩序也好 或者是撑场面也好 也是当时来了能有百八十个小阿世 这边周公子当时这一看 就没让他俩动手 第一今天是是来救刘汉和郑小斌的 第二也是来要这个堵船 输了十五亿的事项 当时也看到了林老板 说实话拿着家伙事 也不能把林老板给打死 因为要逼迫林老板 把刘汉和郑小斌给交出来 还有这十五亿给交出来 当时有很多小阿世 也就没法动手了 在这么十二点四分 一直等到下午一点半 小阿世还没有离开 这其他人都吃饭了 周公子和这个孙华军 孙小军一直在宝马插五车里等着 一直等到下午两点半 虽然是这些小阿世都散去了 这个阿世车也走了 但是林老板随即也找不到了 这么一看周公子也不能铁而走险 我这样吧 周公子当时说了一个证 撤 当时也就撤了 撤直接回到了当时的喜来登大酒店 周公子就想到了 白天不行 晚上黑夜 黑夜行动 随即也告诉了孙华军和孙小军 你们俩该吃吃该喝喝啊 随便吃 我这边先休息 那么咱们晚上咱们再去 随时听我的命令 这边哥俩也说行 林公子那你先休息吧 周公子这一觉 也就睡到了晚上七点多钟 一睁开眼睛心里有事 那么就把电话打给了孙华军和孙小军 你们俩在哪呢 这俩哥们呀 也不愧是刘维培养的干将 他俩时刻就吃完饭时刻在这个宝马车 插五车里等着啊 别公子我哥 咱们在宝马插五里等着 时刻听你的命令 哦好 我马上就下楼 啪叉这么一挂 你看他们仨 又开着宝马插五车 在晚上七点半 也就又来到了恒兴福大酒店 这边你看 已经是 就是白天的夜闹的场景已经散去了 但是大厅里依然有很多嬉戏痒痒的人 要往这个电梯口去 下到地下的副衣城 去所谓的小赌场 周公子当时这么一看一听 哦对了 孙华军孙小军 我们杀也下到副衣城 下边是一个小赌场 随时听我的命令 把兜里的气息是吹好 孙华军当时穿的一把气息是 孙小芝拿的是小雷雷吗 也是搁着隐蔽藏着 这边说好 冰公子 啪啪 随着银群也就下到了副衣城 当时你看 在这个电梯口 不像头一天有这个检查收身的 今天没有 这么顺利来到副衣城以后 左拐右拐 也就来到了这个小赌场的进出口 你看 这边进出口各有这个四个打手 搁这把手的呢 虽然今天是不收身 但是是要的请帖才能进去 你看很多人出事了请帖 爸爸也就进去了 这个时候周公子他们没有请帖呢 周公子当时把自己压什么往下一压 墨镜这么稍微整理一下 你看 就告诉孙华君 而七七四随时听我命令 啊 冰公子我知道了 这边来到门口 果然没有让他们进去 而你们仨请出示请帖 周公子说 啊 而在请帖拉车上了 这边说 没有请帖不让进 周公子说 而是你们林老板过命的交情 没有说是交情是朋友 还是敌人 就是过命的交情 可以是朋友 也可以是敌人 这边 当时打手这么一看 他也不认识周公子 毕竟也是新的打手 这边说这样吧 你们等一下 我去叫咱们啊 现场主管 也就是林老板的金牌打手 叫做金镖过来 就是我们的头 当时你看 就去叫了 把这个金镖叫到跟前以后 金镖当时一打眼 虽然你是戴着亚蛇帽 墨镜 但是一瞅 也印出来了 而你小子 是不是昨天晚上 在这个九江大桥 跳底下那个 姓周那个小子呀 真是踏破铁鞋 无腻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你竟然赶来到这里 周公子一看 你印出来了 直接把墨镜摘开了 而就是我 而叫周小斌 做不更名 行不改姓 这边金镖说 好 既然你敢来 也是说明你打大 周公子当时确实是打大 第一 这个性格格着了 第二 孙小就是别望着身上 有这个小雷雷 啊 时刻可以跟你们啊 就是说产生这种对峙 你们也不敢轻举妄动 这边金镖就说了 你敢来 那么今天呢 也是我们林老板的 这个闺女圈金 出格之喜 也是非常高兴的 不论是这个客人 还是敌人 我们都不想把事闹大 这样 如果你想到这个赌场 来赌钱 随时欢迎你 可以让你进 今天就是不论你赢了 还是输了 都可以让你带走 但是你出了这个 恒星楼大酒店 我们必须要摆你一道 周公子当时这一天 说那个 我今天不是来赌的 我第一是来救我两个兄弟的 包括把我两个兄弟给扎伤了 这个事也得算 那么最大的事件 我还是来要那赌船的15个亿的 把你们林老板叫来 这边金标这一看 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行 这样 这大厅里有很多的亲朋好友 宰这个小赌 你这样 你要是不服 你有胆量 咱们再往这个董事长办公室走一走 你敢不敢 你昨天也去了 今天也是轻车熟路 你敢不敢 周公子当时能让你唬住吗 那就走上一走 把你们林老板也叫到董事长的办公室吧 你看当时 这金标领了五六个兄弟 在前面走着 周公子他们三在当地走着 身后还有那么十多个兄弟 也是金标的兄弟 跟后面看着 爸爸来到董事长办公室 金标首先把门打开先进去了 然后说了一句 请吧 我三位贵客 夸夸 周公子他们也就进来了 因为不服你 这是第一第二 身上有小雷雷浪 进来以后 身后金标十多和兄弟 啪啪也进来了 夸他把门这么一关 这边金标 别忘了 虽然你这个孙花君身上有气息 但是金标身上也有一把主人 周公子正在跟金标四目以待的时候 周公子说了一句 把你们林老板叫来把金标 啪啪把这个主人给套出来 你妈的 我们林老板也是你见的 今天就我跟你俩对标 因为我叫金标 啪啪 左人就给怼上了 怼上瞬间 咱讲话两秒之间 这啪啪一下 这 那个 孙花君把七七四也拿出来 直接给金标怼上了 身后所有的兄弟才反应过来 啪啪把小卡黄都给拿出来了 说不许动 不许动 这边你看小卡黄 但是拿出来是拿出来 也派不上用场了 这边双方老大已经对峙上了 当时金标说了一句话 说这样 我的命就是我们林老板的 我现在随时可以把你打死 就算你的手下能把我打死 我今天也就是打一条命 随后我现场十五个兄弟 也就是说可以把你们杀给灭掉 就是这个意思 你看 你敢换命吗 这边孙花君当时说 宾公子我哥 我随时跟他换命 但是考虑到宾公子 这边给这个孙花君 给孙小君也递个眼神 孙小君当时也明白了 随即把这个小雷雷 也随时要掏出来 就等周公子说话 周公子当时 之前笑了一声 哈哈哈哈 就算 你想换命 你以为能拿你一条命换我们三条命吗 我可以让你们现场的人全都死掉 我也可以让你整个赌场 乃至横行龙大酒店 也都给你炸了 来呀 啪啪 你看孙小军直接一听来呀 把这小雷雷就给拿出来 直接就要抠这个导火索了 当时给这个金标吓一跳啊 当时手指周公子这个左轮当时多说一下 周公子当时说 别这样你不要害怕 我这个兄弟没有脑血酸 不会随便的把这个导火索给拉掉 你这样要你身后的兄弟 包括我们身后的兄弟 你的兄弟 把小卡皇全部给我下掉 然后到这个东南角给我蹲着 这边金标这一看 金标 这个手这左轮还没有拿下呢 周公子说 你可以先顶着我 但是我就数三个数 让他们过去蹲着 金标当时说 好 你够狠 虽然是没有挪开 但是已经基本上又妥协了 所有人都过去蹲着 把卡皇放下 八把拳过去蹲着了 这边 周公子又说了一句 我给你三个数 你随时可以开枪 我的兄弟随时可以给你开枪 然后呢 我这个兄弟就抠这个小雷雷 三 二 这边金标说 心里压迫感呢 周公子会玩这一套 周公子也有的时候真敢抠啊 扣着一个导火索 在金标这一看 我不为自己生命考虑 我得为这个 对不对 董事长考虑啊 这一炸 横行龙就完了 这样 你够喷 你够喷 这个事情现在发展到这个程度 也不能说我一个打手的头 我叫做金标做主了 我给咱们董事长打个电话可以吗 你不是说要见我们林老板吗 赵公子说 我先暂停 锁数 赶紧打 你看 这个金标就把这个手机给掏出来 刚要给林老板打电话 林老板电话 已经进来了 这一看 喂 老大 林老板说到 金标啊 那小子昨天晚上 跳路九江大桥的 九江大桥底下那小子 他领着银又到这个赌场室了吧 说是的 现在已经被我领到这个您的办公室了 但是对方今天有备而来 拿着一把七七四 手中现在举着一个小雷雷 要把我们这个地方给炸了 当时你看 这林老板这一听 你把电话给那个小子 啪啪 你看金标按出免提了 说我们老板 林老板要你接电话 周公子当时把电话往这一摔桌子上 林老板你好啊 没想到昨天晚上 我也是感谢你放我一条命啊 林老板当时也说了 你叫周小斌是吧 我也感谢你 今天白天没有来捣乱 也没有影响我闺女的正常出嫁 这是我要感谢你的 但是你今天晚上来了 拿着这些所谓的家伙事 又拿小雷雷 说明你是个真男人 这样 别宰我那恒星楼酒店 毕竟今天也是我大喜的日子 离开一点 我陪你玩一玩 那么还是昨天晚上 九江大桥下边 九江这家块 你要是真男人 过来走上一走 来救你的兄弟也好 拿回赌船十五个亿也好 你看你有没有能力 来走上一走 晚上九点钟 周公子说行 既然你林老板 也同意跟我周小斌见面了 也就是今天晚上展开火拼了 毕竟当时周小斌心想 这林老板可以同意 他不出来 毕竟我找林老板是要兄弟 和要那十五亿赌船的事件 完全可以不出来 但是赢家出来了 就即使在广东佛山 你的地盘 一亿一个角落 我都得奉陪 我也不怕你 可以的 那么就晚上九点见 这边你看电话这么一挂 周公子转身 喊到这个孙小军 孙小军一言 手举这个小雷雷 要这个抠导火索 咱们走 当时这孙华军就不想走 毕竟我哥 我把他干死得了 你们俩先走 我就把他干死 这边当时金标也有点害怕了 把这个 左轮直接转向了 这个孙华军 要不咱们俩就对命 周公子这一看 文华军 放下七七四 毕竟是各位旗主嘛 我们主要的对标 是林老板 你看周公子 也挺严义的 随即就把金标给放了 毕竟各位旗主嘛 也都懂这个道理 啪啪 你看这边 孙华军拿着七七四 往后吞 哗哗 他们也就走了 这边开着宝马插五 也就往这个九江大桥 下边去了 这边你看 到这个九江大桥 然后把车这么一挑 离这个 这个九江 这个这个江边 七百多米的距离啊 周公子他们走下去的 可是就等着 等着这个林老板晚上来了 这么周小兵他们走了以后啊 你看 隔了能有十分钟 林老板就把电话 又打给了金标 金标啊 他们都走了没有 说老大都走了 这样 把你们手中的 那六把左轮全都拿着 还有这个棍帮刀枪的都拿着 我呢 现在在这个九江大桥 我的豪华邮轮上了啊 这个林老板 当时有一个豪华邮轮 也是花了一亿多买的 跑的是非常的快 说对方既然拿着小雷雷 我们不能当面 跟他们火拼 也以及对视 说这边 赶紧往我这个豪华邮轮上来 说 是老板 这边你看 挂沉这么一挂 这个时候 你看金标他们 也已经上船了 这周公子 他们在这个岸边等着呀 八点五十 五十五了 还没有过来呢 一直到九点 周公子以为被炮了 此时呢 你看 这个林老板的豪华游艇 离周公子 他们啊 这个距离在这个九江上 已经有这个间隔一公里半的距离了啊 咱们不说海里 咱不知道啊 那么这个时候啊 你看林老板手下 他有玩这个科技的呀 那个时候2007年 就有这个无音飞机的 这个无音机航拍了 当时也就弄个小无音飞机过来了 这么当时画面挺模糊的 也就拍到了他们沙仔岸边了 这个时候 咱讲话 孙华军手里是端着一把AK47 都已经上了堂了 这边孙小军手里拿个小雷雷 跟手里握着 这边这无音机航拍已经看见了 周小斌当时他们也没有注意 就不拿瞅呢 周小斌瞅着海面 这边孙华军瞅着东南角 这边走 这边孙小军瞅着西北角 这么瞅啊 这怎么还没有来呢 此时这边已经收到画面了 离这个岸边1.5公里的 这个豪华游艇就往这边干了 干到700米的距离 这个时候 在船上有这个大喇叭 也就喊话了 今天晚上就你们杀来的吗 火兵就三个人来吗 我们再给你五分钟时间 还有没有其他的人了 没有了 就准备开战吧 这边当时周公子他们这一丑 前方有个豪华游轮 在上面喊着喇叭 周公子当时也回应了 打了一个三的手势 那个意思就是我们杀 开战吧 当时这豪华游艇这边 林老板也收到消息了 这700米的距离还不够 还得往前进呢 因为这个豪华游艇够快 来回跑的时候 这个可以给对你们射击 而且这个左轮 这个有效射程 在200米以内 必须干到200米以内嘛 正往这边开的时候 你看游轮上有控制 这个小无音机航拍的 也把这个无音机 往这个周公子他们进一些 去打拍一下 看他们到底手里 都拿着什么家伙事 当时就怀疑着手里端的 是不是AK47呀 打进这么一看 确实是 这边你看 已经收到画面了 但是船已经往这边开了 就是你拿着AK47 我们船开得快 一走一过 先给你们打一遍 毕竟船上有六把这个左轮嘛 这边无音机正往进口的时候 周公子这一看 那不无音机吗 当时周公子枪法引准的 周公子当时拿着这个774 啪啪一下 就把这个无音机就给打掉了 打掉 你看瞬间 这游轮也就接近了 他们相隔距离180米 这边孙华就说 闭公子五哥 来啦 周公子说 给我扫射 这边船也挺快的 游轮啪一下就过来了 当时你要船上 这个六把左轮 大大 往岸上这么打 这边赶着打远光灯 这个游轮上有着远光灯 时刻给你照着 晃你们眼睛 这个孙华之当时啪啪 扫射一下 扫射就八发 一扫射 扫射就八发 扫射两把 基本上全打这个游轮的甲板上了 根本就打不穿 此时呢 没想到船上这六把左轮 八发 接着这个灯光 这个 这个 短点射击啊 把这个 这个孙小军 肩膀给打穿了 哎呀 当时这一看 周公子说 我到我到 啪啪 这边你看 虽然是拿着AK47 但是 赢家 在这个游轮上 跑得非常的快 你根本扫射不着 反而呢 你们仨 形成了这种目标 啊 非常的大 当时趴着以后说 赶紧撤赶紧撤 这边你看 就把孙小军 给撤走了 当时 这边 也就 以失败告终了 来到了广东 佛山的医院 这个时候 周公子这一看 这对方有游轮 在岸边 岸上 我可以跟对方 火拼 但是在水面上 没有发打 怎么办呢 周公子想到了 之前 在这个四川仰安 包这个千锡矿的时候 跟这个青海的首富 叫做萧老板 之间展开 争斗的时候 也跟这个 之前有过 这个恩怨的 这个天津首富 树玉辉 合伙 也曾形成朋友了 也是跟树玉辉 把那个直升机 给借过来 树玉辉 就是之前 跟周公子有恩怨 那么在这个 四川雅安 这个项目上 已经被周公子 给打败了 彻彻底底 扶周公子了 周公子当时 也借过他的直升飞机 这么一想 树玉辉 也有豪华游艇 不行 我把豪华游艇 也给借过来吧 我们也在这个海上 跟这个林老板 展开火片 你的船不是跑得快吗 我听说树玉辉 那船是两亿多买的 当时 你看周公子 在这个佛山医院 就把电话 打给了树玉辉 晚上11点钟 树玉辉 当时 对周小斌 怕的是不要不要的 就给接了 说周公子 你好 晚上这么晚打电话 有什么指示呀 周小斌说 我的那个直升飞机 已经给你送回去了 他说是送回来 如果你还有需要 你跟四川的航空这边 打声招呼 那个空管啊 我还可以给你开过去 你开着玩呗 对不对 讲话里 我也非常怕你 周公子说 直升飞机 我就不要了 这样 说老板呢 你不是有个豪华游艇吗 我想借过来玩一玩 我现在在广东佛山了 树玉辉这一条 呀 周公子 如果是在广东佛山 你看我在天津 这边 要是给借过去 也得时间 你说你哪天用吧 周公子说 我明天晚上就得用 说 那办不到啊 最少的一个礼拜 你看 我们天津港 要往这个广东佛山去 必须得从这个天津 到这个大连 然后 再从大连 转到广东 这个叫做南沙港 这么时间 然后加办一些手续 最少 以我数据回现在的实力 也得七天 就是最少了 我这 已经够说的了 周公子当时这一天 而七天不可以啊 那么七天 心想我那么七天 我都能买一艘豪华游艇了 我也不是买不起 对不对 我这是着急跟你借 我这样吧 我也不知道 这海上有这么多的麻烦 如果说我走北京 二十步间 这个海洋局一把 叫做孟小伟呢 苏玉辉这一天 呀 周公子 如果你找他的话 明天游艇就可以开刀 这样 给孟小伟打个电话 那么你先把豪华游艇 准备好 说行 你看这边呢 周公子把苏玉辉电话挂了 就在当天晚上 给这个北京 二十步的副部间 这个海洋局的一把 叫做孟小伟 打去电话了 看看 能不能把这个豪华游艇 开到广东 佛山这边来 继续跟这个林老板 以豪华游艇 对豪华游艇 然后加门式 赤红上 来一场 轰轰烈烈的火瓶呢 咱们下集 见